鎖定目標 兩名陸籍男子沿路尾隨搭上手扶梯 趁著被害人準備刷卡出戰時 兩人有默契的快步跟上 順手爬走錢包 被害人完全沒有察覺 隔沒多久 他們又出現在捷運另一頭地下街口 這回一樣的手法 兩人趁人潮湧入 上前推擠 被害人察覺有意回頭查看時 包包早就被偷走了 兩人拿了錢之後 還趁機再把包包塞回去 犯案的兩名陸籍男子遭民眾舉報後 被員警打個陣著 經過調查後才發現 原來兩人是怯到慣犯 每次都以觀光客 來台自由行的民意刑切 大多都以人潮眾多的 台北車站為據點 專挑服裝打扮端正的 商業人士下手 來台刑切記錄頻繁 大約90天就會來台大撈一筆 根本就把 台灣當作他的提款機 嫌犯這回來台兩個禮拜總共就犯下 兩起欠案 原警在他們的皮夾內發現 躲避日幣張款 為了躲避刑責 他們辯稱這錢是他們從大陸帶回來的 先前警方才在支大夜市 查破越南籍爬竊集團 以台灣觀光客眾多 看準普遍防禦心病不高 為遊行竊 現在又有專業竊盜集團篡 竊除 疾方呼籲竊賊抓都抓不完 民眾防人之心 不可無 既有阿公有麥松香林 台北報導